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实验室里 她是男生钦佩的工科硕士 杨欣赢这个同学呢 做实验动手能力就非常强 在实验室外 她却成了别人的笑话 没法看 我就感觉特别奇葩 两个字 特别二 被人看着说 你的工科太丑了 我看着我想看一眼 李柯女也有文艺的一面 戴琛一直是我的舞蹈伙伴 她从小就学习舞蹈 更有艺术技术一点 更fashion一点 即将走上社会的她们 如何活出精彩的自己 看一些电视剧吧 觉得科学家是很酷的 我觉得就是梦想和现实差距是非常大 群字太短 真感情才是好文章 敬请收看购时尚特别制作青春毕业季 时尚重塑自我 自信改变人生 各位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新一期的购时尚 我是高博 我是张静 大家好 给您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 心理专家清音 欢迎 造型专家意名 欢迎 时尚专家实验 欢迎 欢迎三位 欢迎 说说主题吧 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 咱们就说说这些在校的 马上要毕业的学生们的事 要讲到这儿有个分话题 提到理科生好多人有误解 不光对男生有误解 对女生也有误解 你见没有笑话不讲吗 理科生的女生她专业授欲买 师傅可不可以拿一样扇形锐脚饼 在打听原来是一牙香和肉饼 这有点夸张 这个笑话还可以继续的 进了家门 那位不规则 多面体过来吃饭了 闹了半天是称呼自己的老公呢 这些都是演绎了 不过确实是戴着有色眼镜 理科生的女生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选手呢 都是理科生的女生 我们来简单的认识一下她们 打开选手资料库 本场第一位选手 杨欣盈 今年25岁 学生性格很好 去过非洲 好厉害 来 今天的二号选手呢 叫周代琛 19岁 也是一名学生 据说她的武艺非常的棒 这两位啊 一定会刷新 你对理工科女生的印象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她们有困惑来到了构实上呢 通过短片 走进她们的世界 大家好 我叫杨欣盈 我是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的研究生 今年六月份即将毕业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实验室 可能大家平时觉得实验室是一个比较沉温的地方 其实实验室离大家日常生活很近 这台机器 大家可能觉得是非常奇怪的 其实这个东西就和大家手机理电池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开发一些性能比较好的理理的电池材料 然后目的就是使电池的寿命更长 然后性能更好 可能平时的科学研究是一种比较沉闷的事 但是其实古自己是一种比较喜欢冒险 比较爱做梦的女孩 就比如说在本科毕业的时候 然后当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 决定是否读缘的时候 然后我就突发奇想 决定去非洲 然后在那里当了八个月的汉语志愿者 对我来说是一段特别宝贵的经历 因为让我感受到了一个陌生世界的很多故事 我平时喜欢一件美好的东西 比如说摄影还有音乐 虽然我不是特别的精通这些东西 但是我特别享受他们带给我的美感 包括着装也是这样 甚至不知道是我自身品味的问题 还是其他人眼光的问题 我的着装总是不能得到别人认可 有时候觉得满心欢喜穿了一件特别喜欢的衣服 然后得到反馈就特别让我吃惊 杨欣赢这个同学呢 做实验动作能力就非常强 穿衣服也非常出众 你看我们学校里的女生啊 穿的都什么英伦风格呀 要不然或者那种特别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感觉都是美女 杨欣赢有的时候吧 她就喜欢那种香土气息的东西 粉色的 然后搭了三个球的帽子 她花裤子 配着荧光绿的鞋 然后有一次戴着那个碎花围巾 跟那个红地白色的 哎呀 没法看 真没法看 我就感觉特别喜欢 我看见那个帽子 我就想把她那球给拽下来 哎呀 您要是看着了 你脑海中肯定会浮现出两个字 特别二 因为马上要走上社会了嘛 特别希望构时尚能够帮助我 然后找到一套属于我自己的装扮 同时就能得到其他人认可的装扮 好了 这里是所有选手变身的起点 风筒环节 我们再次开启 杨欣盈 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来到股市场 谢谢主持人 鞋很绿啊 我特别喜欢这双鞋 过马路会很安全 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这二位 左边那位穿黑衣服的是金 是我的表妹 右边那位是我的友 是我的室友兼同班同学 表妹在家同学 欢迎二位来到狗市场 来把我们开门见山 打开盒子 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带来的是我姐姐穿着两条裤子 你要不说裤子我想不到 她平时很喜欢这种风格 就是花花的嘛 然后其实这种面料就是很舒服感觉 但是花色就是挺跳跃的 首先说我个人肯定也很难接受这种风格 因为我觉得它颜色太跳跃了 而且一般人挺难驾驭 这件衣服感觉穿上之后 感觉是要去海边 要去海边 不太适合北京的这个大环境 大环境 我跟她在一个宿舍住了一年 也觉得一直她的风格 也属于比较花的风格 她不是偶尔花 她老花呀 对呀 所以今天来上节目 你看这也是 这还应该算是注意力一点吧 保守一点的花 比较保守的花 因为黑顶的 就没有穿那种绿顶的 咱俩有缘分了 我句句都能聊在你心里 我觉得今天特别懂 特别懂你 你说这个是不是你 这个性格的投射 一定要某一部分 让它裁起来 因为之前 就是上大学之前 是有报复的 觉得以后可能 要做一个科学家 用科学改变世界 好 特别好读面 真心的 但是真正到了实验室之后 我发现就是 每天的实验 有点太沉闷了 因为以前可能是 看美剧 或者是看一些电视剧 觉得科学家是很酷的 然后有些科学家 就是开着跑车 然后去实验室做实验 反正就是很帅气 大学好像本科毕业的时候 还自己跑上非洲来一趟是吧 对 我们讲讲那次 志愿者来的身份 当时的时候 大四嘛 二十岁出头 然后个人感觉也比较热血 然后当时又看了一些 就是战争时代的那个纪录片 然后就想 不行 我也要就是贡献自己的青春 然后就想去非洲 去做一个志愿者 去教汉语了 去非洲教汉语了 大概是八个月八个月 会有时间够长的 那趟非洲之前 会对你的那个人生信条 包括事业规划有影响吗 我觉得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定要去做 然后因为之前我去非洲之前 就是家里边都不同意 觉得很危险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如果我去了 可能会后悔 但是如果不是 我肯定会后悔 结果证明我吃了 我也没有后悔 你学的这个专业呢 是极其极其重要的 但是也有它很枯燥乏味的地方 我个人揣测 你的性格当中 会与它有碰撞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梦想和现实差距 是非常大的 就是现实当中的科学家 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是吧 对 就大环境造就我 必须是温血的一种类型 然后为了调节 它就只能用服装来调节 这种矛盾 我自己很喜欢这种花裤子 我觉得它给人一种 春的花开的感觉 觉得这个世界是 特别美好的 然后我就觉得 花裤子可能就比较有 冲击力吧 但是你从什么时候 开始了解到 周遭的人会对你的花裤子 有一些不适的反应 就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周围的人 还是比较含蓄那一类型的 他们就会撇眼说 你现在穿着真花 然后或者说这些 说大老院没看一人 看一些我知道是你了 但我觉得没什么 反正是被人家注意到了 感觉还不错 然后就一次觉得 自己穿的那个裤子 也稍微有点花 然后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然后被人看了 说你那裤子太丑了 我看都不想看一眼 特别受打击 肯定啊 特别想躺下 当时都 他说不仅裤子难看 而且你搭配也太难看了 就不能这样穿 虽然他们这么说了 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挺舒服的 既然你前面都觉得 我这么花挺好 我感觉挺好 那报名干什么 首先是 就是因为我自己预期 和别人的评价 就是反差太大了 有的时候就一定要想一想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是真的我搭配的太难看了 还是就是不能被别人接受 还是环境的问题 还有再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要毕业了嘛 我这样穿去职场肯定是不合适的 然后我就想找一套比较得体的 然后稳重大方的衣服 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然后被大家接受 然后我自己又不觉得沉闷 来吧 听听我们今天坐镇的心理专家 清音 听你的 杨清音你好 你有一个非常柔弱的名字 你在女孩当中 是不多见的 有英雄梦想的人 心里有一个侠女情节 对吗 想拯救地球 想改变世界 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我想你可能去非洲那段经历 就确确实实是你内心的 这个侠女情节的大爆发 觉得我可以为全人类做一点事情 所以那段时间 确实是在做自己 而且很爽很快乐 今天我们到这来 还是要解决你的穿衣服的问题 怎么样让这种压不住的活力呢 能够释放出来 首先呢 清音我想对你说 接受你的这么活泼的灵魂 你就是一个不甘停淡的人 这就是真实的你自己 你不可能按照别人固有的观念去生活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 借由别人的人生经历 可以获得自己的经验 但你不是的 你是那种 必须要自己脚踩在荆棘上 必须要这条路自己走过 你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别人告诉你是没有用的 大胆做自己 活得绚丽一些 只有这样你的衣服 才能真正的平淡下来 把活力释放出来 你就平衡了 加油 谢谢清音 来了 我们事先重回这两条花库的 要不要飞走 决定权在你 既然朋友们心友团都这么说了 那就让他飞走吧 好的 那我们完整地表达一遍 飞走的除了这些衣服之外 还有哪些对着镜头 飞走的 可能就是自己性格中 有一些东西还会包着 我希望是更加勇敢做自己吧 就把那些感谢 还有 可能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这两部分都让他飞走吧 三 二 一 好的 我们的节目继续 接下来呢 要有请我们的专家给选手 杨欣盈发布时尚任务了 哪位来呢 我来 欣盈你好 这个任务很有意思 就是让你穿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去跟一个男生 完成一次冒险运动 因为我们知道 欣盈总是有很多的梦想 但是读研之后呢 一直没有付出时间 而且跟男生接触的很少 试试看跟男生在一起 那种挑战 那种互动 你能学到一些什么 希望你快乐一点 谢谢欣盈老师 怎么样 我觉得挺刺激的 挺新鲜的 应该挺酷的 我发现她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女孩 可能一般女孩听到这个任务 首先会想到男啊 有各种各样的困惑 为你的这份自信心加油 好不好 好 祝你好运 谢谢主持人 诶 导演 这是什么呀 电动平红车又叫体感车 它利用车体内部的陀螺仪 和加速的传感器 来检测车体姿势的变化 而使用者采用站立式驾驶方式 完全通过身体重心 控制车体运行 这能试一下吗 我觉得有难度 我觉得挺难的 因为玩的人太少了 太酷了 为了这次任务 杨新莹特地叫了一位小编采访时 都没有出现过的男生 他到底是谁呢 首先我觉得叫男生要叫一个 就是有运动细胞的 然后比较高比较壮的 因为他一定要保护我嘛 然后其次要找一个没有女朋友的 因为我实在是怕人家误会 我感觉这个小师弟他没有女朋友 所以把他叫过来了 不难嘛 是不是轻的越多开的越快啊 对 多轻的 可以 可以 但我怕撞上人 看谁帅个撞上去多 你这儿不会撞上他吗 让一下 我不是故意来这儿的 百万 多拐 给我近一点 给我近一点 近一点 对于这位尽心尽责 时刻左右不离身的男生 平时大大咧咧的杨欣盈 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有个弟弟嘛 然后感觉他身材跟我弟弟很像 我就把他当成我弟弟一样 觉得像一个靠山一样 特别的有安全感 觉得我会玩了 你要试试吗 你要试试吗 我要试试吧 你试吧 觉得自己玩的还不错 杨欣盈竟然还扮起了老师 要扶着你吗 不是 中心放中间就行 往前轻就往前走了 不是你教我的吗 现在越多跑得越快 还没我走得快呢 想踹你一脚 我好我注意到 你还别说 杨欣盈的身体协调能力确实不错 杨欣盈觉得电动滑板车太简单了 于是主动要求去掉辅助轮 来 开一下 把住 你先往前 你先往前 你抓住我 果然有轮了 没轮差老远了 你可以凶了手试试 不行 我只稍微缩一点 我以为可以不需要你了呢 我能转 刚刚还能转呢 你说要松手 连转都不会转了 确实太难了 对于今天的任务 不知杨欣盈会做何感受 是我一直梦想 能起死飞 然后戴这个耳机 把音乐的音量调就这样 在长安街刷页 然后或者去 吃点一次架子读 但是就是我们大家觉得 这些不应该是女孩做的 尤其是不应该是这个年纪的女孩做的事情 所以一直也没有去尝试过 既然今天车摆在我面前 我一定要试着 觉得今天特别好玩的事情 所以好多事 你只要想做 然后有机会做 就一定要去做 来 扫描环节呢 我们来看看选手杨欣盈的时尚扫描结果 好的 我们看到了 现在那个扫描结果是 体力很好 身材也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 面部扫描情况 脸也很漂亮 穿出的额蛋脸 反正就是眼睛有一点点内霜 和有一点点浮肿 没超过太多的毛病 这算是很高的评价了 对吧 但是我这样一看过去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漂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说它比较上镜对吗 就我不是 我说的我们扫描的情况 和我的视线所触及到的是有差距的 所以就是不太时尚我的感觉 我确实是一个特别不时尚的人 但是我特别希望能变成一个时尚的人 那好 那你就来对 来 今天一名老师有什么高见 我来跟你推荐一个时尚偶像 其实脸型跟你是很接近的 我觉得让你电视上我的发型有两步要走 第一个就是你的发型要变下颜色 你现在显得有点闷闷的 中色系的 中色系的 或者说葡萄红色系的 其实也很低调 也适合它进入职场的 对 在这里的发长 你看一下你侧面 你发长太长了 发长要稍微短一点 不能就是这么的长 这么长的话不利于去做造型 好 我来看一下照面 你的脸其实是很好看的 是没什么问题 但你的眼睛是要非常用心地去画 你是典型的内霜 看上去像单眼皮 所以在画眼线的时候 和画眼影的时候 一开始特别注意 首先第一步就是 把内双面那块空间填上颜色 最外层硬硬的画一个眼线 还有一步就是 可以在你的下眼点处 睫毛跟画一个眼线 但是不要画满 首先从外围画的 大概是三分之二 慢慢地画过去 如果你把这几点注意的话 我觉得你的整个形象改变还是很大的 起码是能让造型 衬得上你这么好的条件 好的 谢谢英明老师 接下来什么样的服装适合你呢 马上就请实验 咱们先来看看你之前的那些照片 每一张照片都很震撼 你看 金盈其实每张照片里面的她 都有很多话要说 站在我面前的金盈 如果单看脸 她是真的很风轻云淡 非常地有女孩子的味道 身材非常标准 这应该是很多女孩都会羡慕的 我说下我的感受 就是从上面看 这个女孩很温婉 然后这件衣服也很好看 然后镜头摇下去 哇 这个裤子是有一点点花 再摇下去 哇 这个银头摇的鞋子是很穿越的感觉 对 就好像这一群小孩子们 你单看每一个小孩 长都很好看 都很可爱 但是真的当这些小孩 凑到一起 不停地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对 你会觉得什么 很乱的 对 所以啊 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些先天优势 全都埋没在这些单品里边 让衣服穿了你 而不是你穿的衣服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服装适合你呢 对 时尚典范 哇 这是时尚典范吗 对 特别有趣 什么时髦就是什么 就是时尚典范 小黄人 小黄人为什么这么时髦啊 就因为他找到了他的专题logo色 让我们一下子看到黄色的东西 都会想到小黄人 我们从他的身上呢 学到一个点 找到你自己的重点色 嗯 适合你的颜色 也许可以是像小黄人一样的 明艳的黄色 也许可以是尖量的蓝色 等等这种尖艳的 清凑的都是适合你的 但是有一个点就是 是要全身上下统一色的 比如说你可以去选择一件式的单色领寻 我们以这个明艳的黄色主意 那么搭配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这时候反而百无禁忌了 选择你喜欢的其实都可以 在你掌握了大面积的时候 你可以在小面积上面随意的去搭配 好 第二个搭配的建议呢 用一种鲜艳的颜色去加推和白 第一种方法是用鲜艳的色彩作为主色 黑和白去进行主度搭配 对 然后再一进级的方法呢 是黑和白是主色 鲜艳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黄色 它是一个内搭 或者说只是一条长裤 都是可以的 再一个进级的方法是 鲜艳的色彩它只是一个点缀 条上面 可以是一个帽子 一双鲜艳色的鞋子 都是可以的 就是这样 相信它的建议是帮助它 好 同时我们要感谢时尚集团 时尚巴刹队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选手将会面临我们的时尚亮相 一起祝福它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 就到了我们够时尚选手最终亮相的环节了 老规矩 通过大照片来了解一下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 他的过往 即将要上场的这位选手呢 叫杨青云 马上呢研究生毕业 他呢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 在他本科毕业的时候呢 在非洲做了八个月的志愿者 这是一般女孩子想都不敢想的事 那也就是他这样勇于尝试的性格呢 在着装方面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比如说一条花裤子 配着一个荧光绿的鞋子 绝对是他的招牌的服装 为此呢 他的这个师兄啊 说绝对是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所以这次呢 来到构时尚 他就是希望找到属于资格性格特点的服装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倒数五个瘦 请他上场 五 四 三 二 一 来咯 有请 好漂亮 什么 你知道吗 你现在穿的这一身 我完全和你这个穿花裤子 配银钢绿鞋 我觉得不是一个人 就很穿越的感觉 我就觉得就是 我就此刻脑子里就幻想了 就是咔 你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领奖就穿 就穿这个 总不能穿花裤 特别特别的好 又有自己要的那个调调 它很有文艺的那个感觉 但又不那么夸张 不至于天花烂漫 那样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们什么都是枉然呢 那你自己认真照一下镜子 看看能不能收获自己 巨大的变化自己喜不喜欢 来 这边请 来 这边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哇 姑娘 你太帅了 能认识一下吗 能认识一下吗 可以啊 能认识一下吗 留个QQ号码 太帅了 既然这么帅 我们T台走得帅一点好不好 好 这是音乐响起 P台秀来咯 大家好 我叫杨欣盈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 首先 自己一定要做自己最忠实的观众 然后自己一定要做自己最坚强的依靠 自己一定要做自己最快乐的伴侣 当然我们还有朋友和亲人的支持 女人也可以有很多面 你值得拥有 大家好 我叫周奈琛 来自一所理工科院校 很多人认为从理工科院校走出来的学生就像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的Sheldon和Amy一样 只会学习学到啥 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就有很多既热中学术又热爱文艺的 比如就像我 戴琛一直是我的舞蹈伙伴 她从小就学习舞蹈 我是化学系的 戴琛跟我们化学系的女生相比呢 她更有艺术机器一点 更fashion的 我们那边都是工科女 然后就是比较喜欢学习 然后我第一次看春节感觉就是换人一行 非常有艺术气息 就是跟那些土形层不太一样 我从小学习舞蹈 小学五年级就拿到了中国舞蹈时机证书 现在我是学校大学生艺术团舞蹈团团长 大三时舞蹈团里挑出了五个人代表学校参加中国大学生艺术体操锦标赛 一共九个校母 我们拿了八个冠军 大学这四年 学校的各种大型演出我都参加过 很多人问我会不会耽误学习 而我的答案是不会 秘局呢 就是抓好各个排练间隙 以后台就开始抱着高速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狂啃 大学期间我也经历过几次重要的面试 和其他同学一样 我也是东拼西扫搭了一套 头发也是简单的马尾 感觉他平常穿衣服就是挺会搭的 没想到他面试装感觉很不适合他 看完以后跟我们画的系的女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展现不出他的特点 我就想说人靠衣服马靠岸 要是再穿了女孩穿上那么一身衣服 也会显得非常呆烂 这个月月底 是我毕业论文的中期答辩 这次答辩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它关系到我 是否能得到研究生选拔的资格 凡是追求完美的我 都希望各个部分不能有闪失 而在第一次得于答辩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的着装并没有为自己加分 所以我希望构时尚能为我找到一套 最适合自己的面试装 好了 本场构时尚风筒环节正式启动 周戴春 您好 老师 您好 欢迎来到构时尚 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这一位 这个是小米 她是我好朋友闺蜜 好朋友闺蜜 是同学来的吗 对 是 好了 小米 我们先打开盒子 看看你准备了什么东西 我今天带的是佩佩 她有会参加面试 穿的那个面试装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 她穿过的面试装里面 最难看的一套 最难看的 对 她难看在哪 因为首先我觉得牛仔质地的 肯定不会在面试 就是穿面试装的时候穿 因为显得特别不正式 她平常穿衣服特别好看 特别淑女 但是宽这一套的时候 就倾险她身材的地端 然后这个裤子 我感觉是更难看 因为她最不满意自己的部分 是发和臀部 然后这个刚好就是 显了 暴露缺陷 对 然后我觉得这套衣服 也不好搭鞋子 然后如果去参加面试的话 可能会给面试官一种 可能第一是很不正式 然后第二会有点不太时尚 可能会减分了 对 所以你就看不惯了 把她拿来了 你要把她飞走 理工大学是吧 对 北京理工大学 你们学的专业是 经济学 经济学 你是 德语 德语 你们都颠覆了人们的一种认知 就是关于工科女生的认知 在你们细你算不算细花 不算 是过千了吗 因为我没有评过 她在学校人气怎么样 挺好的 因为她是学舞蹈嘛 然后又是我们学校舞蹈团团长 团长 对 然后她跳舞特别有发 然后 这种感觉 所以 你是近期内 我采访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团长您好 听说你率领你们团 还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去全国大学生 全国 衣服体操锦标赛 全国大学生艺术体操锦标赛 对 九个项目拿了八个冠军 这还了得 九个项目拿了八个冠军 你是整个学校里面 会跳舞的里面学习最好的 对 学习好的里面 跳舞最棒的 对 你今天才多大 你告诉大家 十九 十九岁 已经大四了 是吧 对 你上学早 对 你几岁上的学 四岁多 四岁 四岁多就上学了 小破孩 四五岁就上学了 我不懂得反抗就上学了 妈妈说什么 听什么呗 算是 算是 乖乖女呗 现在有点好 现在有点不乖了 对 我开始有自己做主了 皮脏不乖还挺高兴的 你跟妈妈小小的意见不同 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穿衣服 穿衣服 对 以前是她买什么 她选什么 你穿什么 对 那现在呢 现在我就希望我自己买 你希望你自己买 对 那她的反应呢 她的反应是 等于自己赚钱 再自己买吧 没办法 软肋在她手里抓人 对 她选的衣服好看吗 好看 那你干嘛反 但是我觉得我希望一些新的尝试 你希望有一些变化 对 因为在 德育中期打变的时候 就是在今年月底就要马上开始了 但是在之前就现在刚进行一个打变的时候 感觉自己穿的没有给自己加分 这就关乎于刚才那套 所谓的 你所谓的职业装 那选这套的理由是什么 这一套就是我自认为它是比较能修饰身材的 但是没知道穿出去之后就是特别的 特别的屡遭诟病 问题就在这儿了 就任谁看这套衣服觉得都跟职业装没半毛钱关系 你就把它觉得是职业装 你怎么理解的是一套宰装宰裤 你就觉得会职业 我就感觉要不然穿很板正的 板正的话我觉得不太符合我的性格 就觉得很古板 你身上应该是有文艺气息的 对应该要有一点文艺的 小文艺对吧 然后但是我穿上完之后就感觉特别古板 我就想要一点创新的 然后我就加了一点时尚的进去 于是就成了我现在就是四不想的情况 我们今天坐镇有我们的心理专家轻音 我们评评轻音看到了女神是什么样子 轻音 听你的 女神你好 确实你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学习也很好 舞蹈也很好 但是你的自我探索之路好像从来没有开始过 尽管其实你已经19岁了 但事实上一个人的自我探索 对自己的探索 应该是从青春期什么时候 从12岁就开始了 但是你现在好像看起来才开始对吗 现在开始想自己喜欢穿什么衣服 自己喜欢做什么 刚才你在说到 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 我觉得很有趣 你说妈妈说 你要自己买衣服那不可能 以后你自己挣钱了再说 也就是说妈妈的前台词是 现在当你还花着我的钱的时候 我就完全有理由控制你 而你想做你自己 你没门 只有等到你自己24岁之后能自力更生了才可以 所以听上去这像是一个控制和常控制的博弈 还是要跟妈妈谈 就是你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我自己 我的身上究竟有多少是妈妈要的 有多少是我要的 还是要从自我探索做起 现在听上去你的人生非常的平准 没有过任何的挫折 其实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有一个挫折 其实只有你有挫折 然后你又能克服它 你的魅力才真正开始 加油 好的 谢谢 谢谢轻衣 哪句最打动你啊 我应该多经历一次挫折 那个轻衣的意思也不是让你满世界找挫折 我就找挫折 面试我不去 我就失业 我提面错 不是这个道理 来吧 我们现在视线回到这个包包 这套所谓的职业装 同学是看不惯了 要不要飞走 你自己决定 别给妈妈打电话了 你决定啊 要不要飞走 要 好的 请对着镜头完整的表述一遍 飞走的除离衣服之外 还有哪些也让她随风而去 开始 我觉得应该开始有自己的收获 有自己的着装的意见 老妈我可以去选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 然后在着装方面我仍然会参考你的意见 但是也希望您能听从一些我的意见 尽量放松吧 来吧 我们现在先完成了 飞踏 飞踏 对 三 二 好的 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专家 给选手周代称发布时尚任务了 你未来呢 好 代称的任务啊 就由我来给你发布吧 代称之前是没有过面试经历是吗 很少 很少 那么其实呢 我们将为你去模拟一次正式的面试 来去感受一下这种相对比较正式正规严肃的面试场合 你能承受的压力会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考核点就是为了这次面试你需要去为自己准备一身服装 那么包括从头到脚的整个的这个形象的搭配 也许说之前可能在这上面你已经花过一些心思了 但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把你所有之前做的准备在这个模拟面试中间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 希望你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谢谢 代称怎么样 觉得这个任务有难度吗 有一定难度 有一定难度 因为代称比同班的同学应该算是年纪比较小一些 而且一路也比较顺利 没有经历过什么 所以我相信这次面试对你们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 相信你会学到很多 好不好 充满信心 加油 祝你好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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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代称 什么称呼 我叫周代称 周代称是吗 刚接过周代称的简历 周思敏老师就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 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刚有没有发现你递给我履历的时候 你是这样递给我 那我也把他撞过来 对 其实呢提醒大家在递履历的这个动作时候 一定要自朝着对方 便于对方阅读 说完简历 对于今天周代称准备的面试装 老师又会做何评价呢 再来呢 说说今天的形象 外套非常的漂亮 可是裙子太短 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整体的形象 首先我们从头发说起 在职场中我们最不喜欢的是这种头发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头发常常会不小心捂在脸上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在职场面试的时候 来 我们女人最漂亮的是脖子 一定要把你的脖子露出来 就是把你的头发稍微的盘一下 或者是绑一下 但不要盘得太低 可以盘高一点 你会发现现在整体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因为女生最漂亮的是锁骨这一块 可以把它露出来 这是第一个 发型 那他的妆容今天还是蛮好的 那我们来说说他的裙子 外套很好 那裙子太短了 为什么短 我们来量一下 正常的裙子应该是在哪里呢 在职场中 我们的裙子最短 在膝盖上一个拳头 大约10公分的位置为宜 因为这样子坐下去 比较不容易走光 好 那今天他的裙子呢 来我们看一下 一个拳头 两个拳头 哇三个拳头 大概已经30公分了 所以他足足短了20公分 所以他今天在坐着的过程中 跟我面对面沟通的时候 我感觉 如果我是男老板 可能我的眼睛会游离哦 你今天想验证咱们公司 什么样的职务呢 形象策划 形象策划 你过往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吗 之前没有 就是但是我对这方面 会比较感兴趣 因为形象策划 每一个女孩子比较暧昧 然后我就会在手机上下台一些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杂质 然后经常受害养一下 自己的爱好 好那我请问 您能告诉我说 如果你做形象策划这个职务 你的工作职长 大概的范围是什么吗 就比如说 像在公司的新年 或者是说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 然后我对他们的外形 进行一些设计 然后做一些策划活动 嗯 嗯 OK 不好意思 电话来了 喂 哎呀 我现在在忙呢 嗨 聊呗 面试时 主考官怎么能接电话呢 原来这是此次模拟面试的一个考验环节 十分钟过去了 被晾在一边的周代琛 此时还被蒙在鼓里 尴尬的他 这时坐也不适 站也不适 我非常尴尬 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电话 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然后就是一直在赶索我的 为了让周代琛的压力更大 周自民老师的电话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毫不知情的周代琛 这时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不自然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 因为毕竟也是新入职场的一个大学生 就打断别人 我觉得是很不尊重对方 但是一直坐在那里干等 就觉得自己很不受人重视 其实在刚刚这个过程中 电话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有耐心非常好 可是作为一个理事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不要认为说老板就怎么样 你可以提出你的想法 完全没有料想到会有这样的面试环节 就是让我明白机制应变是多么重要 所以假如说大家遇到老板打电话 或者说一些私事的话 我建议选手可以做一个动作 我要出去吗 因为你做这个动作 其实是提醒我 老板不要忘记旁边还有一个人 因此在面试的时候一定记住这一点 你要把你的想法直接表达出来 当老师教我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我学到了一个方法 一个小草门吧 就算是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会这样去处理 就不会在那里傻等 也可能确实是面试官对我出了一个小陷阱 我觉得我可以应对到现在 其实现在很多人力资源在面试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压力的面试 无论给你什么样的陷阱 以及什么样的压力 都记住 真感情才是好文章 送给你 时尚扫描 我们来看看周戴琛的扫描结果 好 我们看到戴琛的一个扫描结果是 我觉得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它的身材已经很好了 很漂亮 一门也站在面前 就是那个臀部稍微有点疯满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面部 咱们要听吧 这一看也是一张 它方脸 额头比较高 有很漂亮的卧蝉 那卧蝉下面有一些黑眼穿 脸上有一些瑕疵需要遮一下 我刚刚一直在听讲这个卧蝉 就很多女孩子都觉得这个是眼袋 这眼袋跟卧蝉有什么区别 卧蝉是掉下来一块 很有那个质感 而且会弯弯地看月亮的 有很多女孩子会误解 会拼命地去把这个遮盖 其实没必要 这个照片我们也找了一张 有卧蝉的照片 人家笑的时候 它整个眼睛就有一种笑感 像这种眼睛 我建议你要画出形蓝 你看它的步骤就是 在眼线这个边上轻轻地画一条 完了在下眼线的时候 在这个脚上轻轻地 在这个卧蝉的上方 稍微轻轻地站过来一点 带一点点颜色 但是是淡淡的 但是你一定要切记 这种眼线千万不要到上面停留 要直直地画过来 很利落地去画出来才会有效果 如果你到上面多地停留一下 就会出现另外一个感觉 其实就是减弱你的美丽的卧蝉 上面晕肚肚的模糊不好看 那就是底是要特别注意的 在卧蝉下面真的是有一些眼圈 这个是要用一些遮瑕霜 稍微遮盖一下的 可以跟手亲切地慢慢地拍上去 让它有一定的步骤力 而不是因为你脸上 还是有一些小瑕疵 小斑点的 这样如果是平图的话 会就会它更明显 拍上去的话 复杂力更强 会显得更季度更好看 谢谢一鸣老师 那我们通常都说这个 曲舞蹈的女孩子 天生就是衣服架子 但是我知道 其实戴琛在这个穿着方面 还是有些困惑的对吧 那接下来就要有请 史燕老师为她自己教 戴琛你好 老师你好 其实气质是人最好的一件衣服 我觉得可能戴琛在这一点上面 是需要有待提高的 你看每一张照片和现场的戴琛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你自己发现了吗 比较幼稚 其实对于一个大学女生来说 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单品上面来讲的话 是每一个都是穿超短的紧身短裤 有没有 对吧 所以心就觉得自己有资本 但是其实不见得这个紧身短裤 是真正适合你的 到底什么是适合你的 我们其实可以先看你的时尚偶像 刘琛琛 前不久呢 我也跟琛琛有过一个合作 特别邀请琛琛呢 来帮我们去做了 整个的一个系列的鞋子的 非常优雅的尖头芭蕾鞋 迎合了琛琛的这种 优雅的芭蕾公主一般的气息 所以呢 你看我们帮琛琛去打造的形象 也是非常优雅的 你再看相比较 琛琛的这种很硬朗的风格 其实就把她的那种柔美 感觉给弱化了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还是会更喜欢她的这种芭蕾公主化 那我建议舞蹈 其实给人更多的气质感觉 文具彬彬的 这种稳重的美感 那今天呢 我推荐给你 第一个单点 就是芭蕾公主裙 从它的轮廓上面来去讲 这个裙子呢 会是像一个小散一样打开 并且呢 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 通过裙形的这种散摆 让你的腿 更加的修长和纤细 所以为什么你的短裤选择 是一个错误的呢 你从小就在练芭蕾 然后呢 你的腿形虽然很匀称 很修长 但是呢 并不是非常的纤细 那么你可以选择更加硬体的面料 那种加质的蕾丝的短裙 就不太适合你 跨步相对比较的锋芒 那女孩子更适合这种硬体类型的裙装 比如说一件式的连衣裙 也是很好的 因为戴衬的身体曲线啊 非常匀称而且有曲线感 那所以呢 你在穿上线底身 下身 反开的这种芭蕾裙的时候呢 外边可以加一个半凑的线衫 可以让你既有时髦的感觉 又正式而装正 对于即将步入职场的女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接下来啊 推荐给你第二个单品 就是硬品的锥芹场地 那我们现在即将步入职场 你需要找到一个单品 让自己在职场中间啊 是有利落形象感的 你可以按照这个色系搭配 比如说图片当中的这种 抹胸上衣色系外套 一身搭配起来就是非常扬点 而且又高级 对 它是非常能够 推荐你的气质的一个搭配 对于当当步入职场的 女孩子们来说 这其实是利器啊 别看就是两条 仔仔的这样铺线啊 就会一下给自己一些力量感 接下来呢 就是你的亮相环节了 希望你有更好的表现 好吗 加油 欢迎 欢迎各位光临 我们要一同见证选手们的蜕变了 来大屏幕 我们首先回复选手们 之前的过往 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呢 她的名字叫周戴琛 是理工科的女生 我们影响当中 理工科的女生 一般都是只会学习 可是她呢 不太一样 她是学习里面 跳舞最棒的 跳舞里面学习最好的 是 从小就学习舞蹈的她呢 身材高挑 相貌出众 这样的女生在理工科院校 那绝对是女神级的人物啊 但是女神呢 也有女神的烦恼 那最近的两次面试当中呢 她都是借来的衣服 可想而知 面试结果一定不怎么样了 那马上就要毕业了 这次来到购时尚呢 她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改变 能够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周战风格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倒出五个数 请她上场 五 四 三 二 一 终于戴上 绝对的女神级人物啊 谢谢老师 太厉害了 只可惜了 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当中 我看来看去好像只有两个男生 很羞羞地往后面笑 就问你俩了 够不够女神级别啊 够 太给力了 你颠覆了我们好多人心目当中 理工科女神那样的印象 所以任重道远 你是 业界良心 这个扯得有点远了 来我们照照镜子 之前呢 她也是没有在镜子前 很好的审视自己 来完整的一个印象 这边请 天生有优势 跳舞多年了 三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三 二 特别漂亮 谢谢老师 最让大家期待的事情即将发生 因为她从五岁开始跳舞 所以她是很有舞台感觉的 她在他们学校也是舞蹈团团长 舞蹈团团长现在要走模特步了 掌声鼓励一下音乐响起了 在来到故事上之前呢 我对自己的造型 还有着装都感到很困惑 尤其是面试装 十分让我偷偷 因为尝试过很多次 但都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来到故事上之后呢 经过专业的老师 指导和点播之后 我觉得对自己的外形 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 不仅对我将来的面试 而且对我人生路上造型的定位 有很大的起义 谢谢老师 又是一期 又是一期见证了两个即将 步入社会的学子 他们蜕变的节目 我很喜欢 不错 这个他们即将大学毕业 这个毕业的时候呢 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但是这个节点呢 不是句号 是逗号 相信他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呢 肯定还有很多标点符号 比如说唱号 比如说问号 比如说省略号等等 总之呢 我们祝福这些姑娘们 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呢 都能够完成一个精彩 而我们的节目呢 今天要划算 这些机会 时间差不多 感谢三位专家的信心付出 感谢现场观众 您的热情 和对现场的主要 感谢电视 谢谢您的陪伴 保持好心情 下周 再见 再见